好 因為我想還是開放給大家問問題會比較好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問題可以往這邊走的話 是不是需要一些什麼證照啊 或是將來有些法律上的問題是不是需要了解的 是不是 歡迎台大觀眾來提問 大家好 謝謝林教授的那個同理心 對待那個其他生命的居住環境的教育 然後還有很謝謝謝先生 那可能說夠用真的是我們人真的是夠用 所以的話其實你覺得自己夠用的話 真的是可以省下很多不必要的麻煩 那我的問題是說 就是說當各位就是在設計綠色建築的時候呢 就是有沒有在構想說就是 這房子的使用年限或是維護部分的問題 有沒有算進去 那就是說如果說像謝先生有說過嘛 就是說他使用這個可能以後他的年紀到了時候 也比較好就是不會造成環境負擔的那個 那個目標的來做建築 那當然想要請教一下就是 你怎麼樣知道說這個建築的使用年紀到了 或者說在構想之前呢 你有沒有就是現在已經考慮進去說 這個房子到底能讓我住多久 然後多久的時候我就是要把它再翻新啊 或者是再重新降過世界的 謝謝 謝謝 我們 以我 為什麼 我跟你講我是在建築裡面學最高科技的 我做我能源解析出身的 但是我也是學空調出身的 但是我最後是很反對空調跟高科技 我認為東西很複雜 你往後就很麻煩 maintainance 就很麻煩 所以剛剛我們在魔法學校做的屋頂 就強調maintainance 就要死就讓它死 都不用澆水 永遠都是這樣子 我們叫野生花園 所以我再舉個例子 我們非常不喜歡高科技的東西 維木玻璃 我跟你說明一下 現在我們一般建築物的壽命是40年 我們都經過統計 台灣所有建築物蓋好拆掉 平均差不多35年到40年都拆光光 那現在歐美 你知道現在沒有大樓 在德國建築物蓋好 所發出的上面的洗窗 洗潔 清潔 差不多佔這棟大樓 所有的花費差不多四成 就是十塊錢有四成是為了維護這棟建築物 所以你建築物如果設計起來 清潔亮地看起來 我跟你講那個根本就是都是洗潔精在幫它洗的 你去台北市所有那些大樓都是洗潔精在幫它洗的 你知道我們的環境荷爾蒙 什麼叫環境荷爾蒙 我們所有的大樓都是清潔劑在洗 你去看大樓很多都洗壞了 那些洗潔精遞到摩托車 摩托車就快撲爛了 下面的樹都長不好 台灣有一半環境荷爾蒙都是洗潔精所引起的 我們大樓如果少設計玻璃帷幕 就少洗 少洗我們環境會變得更好 所以維護 你講得沒錯 維護跟這個在移動建築物 尤其永續建築裡面是看不到 但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所以low maintenance low technology 很簡單的生活 包括生活一樣 那個兌換建築就會更好 我們的觀念是這樣 我想這個林教授已經講出的維建築物 也很重要的就是simple 然後可能這個不需要maintain 然後很自然的跟生態相處 那今天其實時間算是相當相當長 也是我主持過最長的一次演討會 不過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因為我最近剛好訪問那個大陸的于秋雨 就是文學大師于秋雨 他講了一句話讓我非常非常的感動 我也非常給大家 就是說他是說 其實人類最大的朋友跟最大的敵人 都是誰 誰 環境跟自然 然後他講一句話就是說 就像剛剛鄭董事長講的 其實我們在這個人類的 這個自然發展史上46億年裡面 我們只是過我們的小日子 可是真正的小日子 要怎麼去跟生態自然 這麼大的一個這麼長時間的核 這樣相處相容 其實這是需要智慧的 否則自然是會消滅我們的 我想剛剛鄭董事長講的是 比較宇宙般的想法 不過我覺得呢 如果我們看事情 不從比較大的角度來回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不會體悟到 其實生態的破壞到底有多麼嚴重 而且是誰在破壞這個生態 那我想今天這個非常難得 真的謝謝我們曾導演 帶給我們真的是全台灣最精彩的 這個綠建築 所有的這個樣貌 還有一些理念 從那上面全部看得出來 那我想我們也會希望 曾導演這個是要上映的嗎 還是Cnex 所以我上網都可以看到嗎 要買票 要買票 喔 不用 不用 這台達電位出的 好 這個我們會後來 已經台達電商了 我覺得這不列子 對 喔真的喔 很好 北投組織館 回去 真的 北投組織館會播 會播是不是 不是 你要上網去PO啊 要更多人看到更重要 不是我們看到就好 對不對 好 那我想真的很謝謝曾導演 也謝謝郭英昭、郭建築師 我想郭英昭建築師 還有很多內工 他們有告訴你們 你們可以再問他 其實他生態的了解 非常非常的深厚 他讀很多生態的書 這才是他建築的本質 所以我想大家真的 如果要往這方面走的話 趕快給他換影片 當然更謝謝我們的切茂怡 謝謝 因為我想我們家馬上給你 給你改造 那我想這個是很大的願望 其實我也很希望 我住在這裏建築裏 可是我覺得可能我們的一些弄法 還沒有辦法 向你聽了兩位大師的加持 所以你應該幫我們灌注一下 那也謝謝這個謝茂怡切先生 當然更謝謝我們林憲哲的林教授 因為他帶我們看魔法學校的好 對 好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這與會的這麼精采的一個對談 大家在這裡給我們掌聲好不好 好 謝謝 今天希望有三個音樂在裡面出席 然後我們來拍一段影片 謝謝 謝謝 好 掰掰 拜拜